在北京花1500万买个600平大平层 而不住的房子是什么样 朋友让我陪他去看房 他要买个大平层 但是需求却不是住 用途只是为了办公 加上私人聚会的场所 你可能想说这是有钱烧的吧 其实老板们他们都是多套房 需求也是不同的 其实在北京精英太多了 谁也不敢说谁也多有钱 要不然怎么总有人说 北京属于卧虎藏龙之地呢 这里呢有一大面墙 基本上都是适合老板们 放衣服和放包的 对吧 老板们注重私密性和商务社交 很多人都说来北京五年不买房 基本80%的人就要离开了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 来北京的目的不就是出人头地吗 大部分人靠工资实现北京买房 根本不现实 除非是你前几年在互联网大厂 混得早有股票了 要不然买豪宅的人 大部分还是自己做老板 其实他是做个好员工 多半情况别说买豪宅了 就是买个普通房子都困难 我的建议呢 努力增加副业收入 为自己提前选好创业赛道 随时做好抵抗危机的准备 才能靠近你的梦想更近一些 你觉得呢